似乎ETH的后径有机会更高 你觉得他们两者的关联系数高不高? 他们的走势是高的 他们纯粹是走势 走势就是比特币升,以太坊也会升 因为比特币依然是占据市场极大的 等于恒指、汇丰升,每个人都要升 或者是腾讯升,整个科技股的板块都会升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的 所以比特币升,一定会带你去全个虚拟的板块 但比特币一定是先走的 以太坊也跟得相当贴 为什么会升得比特币更快? 就是因为它的预期,预期就是原来去中心化金融的生态 真的很大 但一个点就是原来大部分人都要收取钱 就去参与Define的Apps 或者去中心化金融的Apps 所以大家预期会消耗非常之多的以太坊 另外一样,以太坊是一个软件来的 其实不停地升级,它就进入一个2.0的状态 这个2.0的状态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就是,如果很简单说,你越多的以太坊 你对网络的生态影响就会越大 所以人们可以存在以太坊和收息 所以大家可以存在 因为之前,大家曾经首先留意大哥这个Bitcoin的时候 就觉得因为它的供应有限 首先,每差不多四年就减半 就是供应会受影响 最多都是只有2100万粒 之前大家就说,ETH因为无限 所以概念没有那么漂亮,没有那么性感 但最近我又听到一个消息,因为它未来有变 系统更新之后,其实有机会交易机制更新 每次交易,它就会将部分的币销毁了 然后令到整体未来每年供应会减4% 这个是不是近期一个很大的推动因素 令大家看到这种虚拟货币 这个整体的一个更新的计划的确实是 因为其实以太坊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你当它是一个电脑,或者是App Store 它是一部巨型的去中心化的电脑 电脑最重要的是,它最好是承载力越来越大 但是以太坊已经去到一个樽镜位 它已经承载不了 所以它就开始想一下,究竟我们有什么方式去加大自己的承载力 这些什么东西就是,它这些机制就是 帮助到,去incentivize 到,原来就是 如果减低1% 会更加多的矿工去参与到维护这个网络 那些矿工去保护网络,同时可以让它扩大了容量 所以令人多些留意 但是我觉得一定不可以用 与比特币相对比就是说 我是永远2100万6000 你不可以用这个limitation或scarcity 这个concept去想他们 去想比特币和以太坊 是两个东西 明白 明白